有没有注意到要发放给李明的防御炫导瓶 包括口罩及环保洗衣金都装在这个五公升的装用垃圾袋里面 当地里长很感谢林长们良心建议 因为李明将炫导瓶带回家之后 还能够回收家中的垃圾可谓一举两得 李明来领孙杜品时 上次都空空来来领孙杜品 我们的林长很贴心的建议 我们这次是不是用一个五公升的环保垃圾袋 里面我们的宣导品 因为我们宣导品比较多 有两个口罩 一百个还有一罐洗衣军 这样来说我们就用这个五公升的垃圾袋 里面来奔和李明拿回去 回去来说他的垃圾袋 还能够使用作环保 以往礼办公处举办防疫宣导活动 都会发送正评感谢李明共襄盛举 虽然有些李明会自备环保袋 但是右部分的李明多数是空手前来领取 有坚持新装光正礼办公处服务团队则认为 可将全部的宣导品放在专用垃圾袋内 辨明好细带 这项用心服务深获好评价 上这个口罩和清洁剂 还用这个环保袋子 用完之后还可以带噴射 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李明长 李明长很用心 他这一次发这个宣导品 不是用塑胶袋 是用环保垃圾袋 那大家拿回去之后 还可以再利用 如今疫情爆发以来 我们未来来说 难易得越来越多 我都一直选择说 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别人 所以说 我们这次的选择 是来说买我们的口罩 还加一罐洗衣装 来让我们每日帮来做防疫的宣导 促进垃圾分类的专用垃圾袋 服务团队总动员 结合防疫品的发放 不仅看得见李明轻松领取的情况 而且还能够为大家减轻一个经济小负担 最重要的目的 也达成节能减碳及守护环境 在做努力 记者黄又贤新装报导